明明是身份尊贵的王妃 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拖鞋抠脚 千月闻到胃后慌忙帮她打掩护 最后硬是让她把鞋子穿上 刘楚玉装作无事 继续享用美味的菜肴 忽然听到一名官员 用狮子下酒的菜肴侮辱宋人 她讽刺宋人都不讲卫生 喝酒时就直接在头上抓狮子当下酒菜 身为大宋公主的刘楚玉听到后 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并表示趁着大家高兴要献舞一曲 她脱去外套就开始舞了起来 如此完美的身段 阿诺多姿的舞蹈 瞬间就把众人迷住了 刘楚玉出尽了风头 马雪云心中却是非常不爽 突然刘楚玉拿起一双筷子 把她当成飞刀 置于刚刚那名官员的头发上 吓得对方大呼救命 楚玉 不动物理 你干什么 我是朝廷的 皇上说 你想干什么 我请你喝 狮子下酒 没王法了吧 这部操作当场把所有人都惊呆了